今天用冬瓜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孩最喜欢吃的做法 先切一节冬瓜下来 然后把冬瓜皮削掉 这个冬瓜表皮有一层灰哈 有这样子的灰是正经的冬瓜 在我们四川有句土话叫做没得起冬瓜灰 就是形容一个人很倒霉的意思 然后一分为四把这个籽给它去掉 然后再把这个冬瓜给它切成细丝 切好的冬瓜刺里面加入一勺盐 给它翻拌均匀 先腌制够10多分钟 把冬瓜刺里面的水分杀出来 再准备一节火腿肠 把它切成小一点的颗粒 这个冬瓜刺已经腌出了非常多的水了 把这个水给它全部倒掉 然后给它打入两个超市蛋 再加一点葱末 一点点鸡精 13香 胡椒粉 用筷子先把它调匀 然后加入两大勺面粉 再次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 大约调成这样子粘稠度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太干了 如果调成太干的话 做出来口感会不好 锅内下入一点点油 油温烧热后 把刚刚调好的冬瓜丝面糊给它倒进去 这里不要着急 大家用小火慢慢的煎 一面烧油煎定型过后 把刚刚切好的火腿肠沥撒上去 再来上一点贝鸡麻 贝鸡麻也来几颗 用勺子轻轻的给它按一下 这里我们一定不要着急 先用小火把这一面给它煎金黄煎定型 等一下再翻面 一面煎定型之后把它翻上一面 因为这个锅是平底锅不好直接翻 所以我们用两个勺子翻 继续用小火把这一面给它煎一下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金黄的非常诱人 饼已经煎至两面金黄了 喜欢吃酱的可以刷上一点酱 我们就直接出锅了 然后用刀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这样子一块一块的夹起来就可以吃了 早餐非常的美味 并且营养的鸡蛋饼 今天的冬瓜鸡蛋早餐饼就已经做好了 这样做不仅简单 而且早餐吃起来营养健康 大家如果喜欢可以先收藏种 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做一下 最后呢还是我来给大家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我早餐的话一般吃过三到四块 嗯好香哦 来一点 有这个鲜鸡蛋的鲜香味 然后还有冬瓜的清香味 在这里要给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在我们捞这个饼的时候 一定要捞薄一点 如果捞厚的话 咬下去里面那个口感的话就很差了 以前我也捞厚过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想念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